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被收押禁键已经第13天 遇上中秋节却只能够在牢房里头看月亮 连想要跟家人团聚都是奢求 台北看守所在中秋节这一天没有绿键和接键 家人也不能来送餐 不过看守所有特别准备中秋节加菜 这或许是唯一的小确幸 看看菜单早餐吃广式瘦肉粥搭配香榫鱼 午餐有脆皮卡拉机 十斤卤味 石酥和白木耳莲子汤 晚餐则是黑胡椒牛柳三杯鸡丁双煮菜 还有鲜笋会双菇 更难得开吃火锅比以往澎湃 而接近应景特别夹菜两颗蛋黄酥和一颗柚子 我现在就没有心情办那个活动 我们的主席在台北看守所 然后我在外面办中秋烤肉的活动 这什么跟什么 还是我们去北所外面烤 但我这样讲 我今天早就想要这些 中秋节前夕小草时去到北所外头 静坐陪阿贝 妻子陈佩奇周一晚上也在立委黄珊珊陪同下 到现场约莫半小时 外界好奇陈佩奇爱夫心切 中秋节晚上会不会再来陪老公 铁草们又会不会因为这一番话 半起烤肉趴 只是民众党发言人陈志涵这番突发奇想 被网友开酸真的不是卧底吗 陈志涵强调只是节目互动 不用每句话都拿来痛大 但是阿贝失去自由的第一个中秋节 怎么过心情如何 仍引发讨论 明新闻这么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